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末日博士盧比尼現在再度示警了 認為美國還是有可能會陷入衰退 主要是來自於兩個因素 包括美國的經濟可能會不著入 以及以巴戰士的蔓延 另外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在第三季是拋售了高達五十億美元的股票 而且現在持有的現金部位是創下了記錄 這是代表說對接下來股市的走勢不樂觀嗎 另外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現在中國是相當罕見的 把股市的安全提升到了國安的高度 認為接下來股市的表現 現在國安部也祭出了要嚴懲四大空 真的對A股可以起到一個激勵的作用嗎 另外美國的諮詢巨頭 有兩大諮詢巨頭 包括蓋洛普跟先鋒集團 現在也紛紛要撤出中國大陸了 這也代表說外資撤出中國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還在持續嗎 另外在臺股的部分 今天有一度站上了半年線 不過在最後還是得而復失了 對於接下來的一個走勢 到底該如何來觀察呢 先請教微良 美國的經濟表現現在真的是所謂 這個金玉旗外而已嗎 現在看到的這個經濟數據都非常樂觀 但是末日博士還是比較看空的 而且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為什麼現在現今持有的一個部位 是創紀錄了 那我想末日博士努比尼 其實觀察最近美國的經濟跟股市 他也發現說事實上有一些經濟數據 的確優於預期 而且美國的經濟的確有很強大的韌性 可是似乎對他來講沒有辦法真正的放鬆 因為美國衰退的風險 真的並沒有辦法說不存在 因為他認為接下來有兩個可能 要特別留意 第一個就是經濟出現不著陸 那什麼叫做不著陸 我們聽過硬著陸 我們聽過軟著陸 那不著陸指的就是經濟還是很強 GDP維持強勁的成長表現 但是在此同時 也讓核心通膨率維持在高檔 一直降不下去 那如果核心通膨率一直降不下去 到最終還是會逼得連準會 一直保留升息的選項 然後再一次出手升息 讓利率的調高 又大幅的超過市場的預期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對股市一定也會導致進一步的傷害 因為其實從今年的九月 然後十一月 連續兩次連準會的會議 都沒有升息之後 現在其實可以說市場的聲音 已經有點一面倒了 認為就是說升息已經結束 那的確目前看起來是有比較高的概率 可是如果真的再次升息的時候 那不就是嚴重的高於市場的預期嗎 那這個當然就會造成重傷害 那第二個風險則是目前的尾巴衝突 那我們知道尾巴衝突發展到目前為止 好像對於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好像這個影響性也慢慢在遞減 可是他也必須提醒大家 萬一蔓延到其他地區 尤其是包括伊朗等主要的石油生產國 如果也捲入參與的話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油價 可能會再飆漲50% 那當然就跟剛剛所提到的通膨的問題 或石油危機的重現 這個都會導致美國經濟受到很大的傷害 不過他在這次談到衰退部分 其實也比較特別是跟以往的用字潛質上 我覺得也有一些算是調整修改了 他提到就明年是有可能溫和衰退 換句話說他還是希望提醒大家風險 不過認為即便衰退 那可能是比較短期 然後沒有那麼嚴重 影響沒有那麼劇烈的 對 所以叫做溫和衰退 那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是在於就是說 不要說全市場大家過度樂觀的時候 把所有的風險拋到九霄雲外 那再來我們看到股神巴菲特 他旗下的波克夏投資公司 那麼到第三季為止的現金水位 是已經拉高到1572億美元了 那這個過去一年的總計 他們大概賣出了400億美元的持股部位 那我想以股神巴菲特的動向來講 大家常常會覺得 你跟著他不一定會賺到錢 這說實在 但是你跟著他應該都可以避開風險 換句話說 不會受傷 對 因為他投資的氣很長 所以你跟著去買他所看好的標的 不一定在短中期能夠討得到便宜 佔得上風 可是當他在賣股票 換現金的時候 你跟著他 你也持贏保財 可能你會少賺一波 甚至少賺一大段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可是畢竟到最後 你往往可以避開股災 那我們舉例來講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 在2021年底的時候 當時他們帳上的現金 是創下當時的歷史新高 1490億美元 那當時明明如果大家還記憶猶新的話 在展望2022年的時候 其實國內外都是一片樂觀 結果2022年發生什麼事 就不用我再多說 就是股災 就是空頭來了 就是大跌 所以證明了 這個股神巴菲特是對的 然後在到今年第二季 就上一季的時候 他們的現金水位是1470億美元 是創下歷史第二高 結果在今年的9月 10月 不就是行情又出現了 波段回檔 修正 所以說他們的現金水位 只能說沒有最高 只有更高 所以這一次又拉高到1572億美元 等於是刷新了歷史新高紀錄 那當然我們是講到這邊 就是有點頭皮發麻 毛毛的感覺 對 就想說留那麼多現金 是不是接下來不太看好 正準備說迎接 連你之前會不會有反攻 但是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多一點風險意識 保護好自己 這是必要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私募基金的 這個黑石集團總裁葛雷 也是提醒投資人 不要被目前表面上的這種經濟活力 十足的跡象所蒙騙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做很多投資 那他就看他自己所主要的 這些投資標的財報表現 他說第三季營收 雖然就年增率的表現來講 是有個位數的 因為二零二年基期比較低 可是如果我們觀察季的成長率 就第三季去跟第二季比的時候 他發現其實已經明顯的 有趨緩 甚至很多公司是走下坡 是衰退的 第三季不如第二季 然後如果再前瞻一點 去看說我們知道公司 如果對未來營運有信心 或說我的訂單 我的產能其實是爆滿的 那你一定會增加很多人力 招募新員工 對 這個有時候分析師 也會透過一些人力銀行網站 去看看哪些公司股價有潛力 那從這個線索來講 他發現說很多公司 招聘計畫都在減少 在砍一些人力的需求 所以從他們投資的角度來講 發現有一些這個產業 或有些公司 其實也是開始呈現 營運趨緩的現象 那另外安聯集團的經濟顧問 也提到說 現在美債的殖利率走高 那再加上消費者的儲蓄花用殆盡 這將會讓美國經濟承受壓力 那我想這個就是重中之重的重點 因為支撐美國第三季 這個經濟有亮眼表現 其實關鍵還是在於消費 可是當他們如果儲蓄都已經用完 的時候 再加上利率畢竟你要講降息 那可能是明年下半年以後的事情 而且初期降息的幅度也有限 那利率只要維持在高遠期 它始終其實就會構成在消費支出上面 相當大的壓力 好 再請教薇良 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為什麼中國現在很罕見的 把他們股市安全現在已經拉高到了 好像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高度 而且國安部還警告說 現在有這個四大空的這個 包括看空 做空 唱空 掏空者 在這個部分也提出了一個警告 真的對A股會起到一個正面的作用嗎 的確 因為金融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其實現在國家直接要介入就是 要抓這些看空 做空 唱空 掏空的人 這個當然也有點就是 殺雞儆猴的味道 因為中國股市向來就是需要 透過政策底打出第一個底 後面才有接下來的 包括技術底跟經濟底 來做這個後續的期望 但是如果說現在所有的機構 尤其是外資機構 如果說你根據 客觀的經濟模型 或是說我根據我所得到的經濟數據 所以我寫了一篇報告說 中國的經濟未來可能是比較疲軟 或未來的股市還有下修空間 那這個就是看空者 那甚至如果你的部位 做賣出或說有空袋的話 那這就做空者 那唱空者 掏空者 那這些現在被中國就視為是 你就是國家的敵人 你就是股市的元兇 那你想想看 這個其實有一點就是 把這種資本主義的 所謂言論自由 或者是專業的這個精神 好像就把你剝奪掉了 所以這個其實會讓 不可以嗆衰入骨 對 這個會讓很多外資機構 不知道以後怎麼樣去 經營在中國市場的業務 所以我們看 包括最近因為主管機關的強力介入 那事實上像全世界主要的 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的先鋒 那最近他就宣布要關閉在上海的辦事處了 而且之前他跟這個螞蟻金服有合資投資公司 那也準備要退出 那另外來自於美國的這個蓋洛普 這個是大家應該都聽過很知名的民調公司 那我當然會客觀做很多的數據調查 然後進一步統計分析 那比如說得到這些數據之後 假如你推論說 所以中國的經濟表現也是走下坡 那他也認為你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數據 你根本就是在暢空 那所以其實很多外商機構 也不知道怎麼去經營 所以他也關閉在中國的業務 那當然現在中國 其實基本上他就是把各家券商 他想要進一步整合 因為現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券商很多 那未來就是要推動進一步整合之後 留下大的 可是我覺得這代表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就是 或許他希望這些外商機構 就是你就不要來亂了 那未來這些大型的券商 本土券商 那或許他們寫的報告 每一篇都是中國強 中國大 似乎就是要持續的唱多中國的牛市 可是我覺得那是多年前的時空背景 現在因為也適度開放之後 有蠻多的外資的錢也是在中國 所以一旦如果外資資金 還是持續的撤走流出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是會形成拖累股 是一個蠻沉重的壓力 好 剛威良帶我們看到是在中國大陸 現在國安部要嚴懲暢空者 不可以看衰路股 以巴戰爭以來 因為避險資金的一個湧入 比特幣在一個月的時間大漲 超過兩成的幅度 要請教威良 現在女股神伍德 她甚至說 接下來是比特幣百分之百 會超越黃金跟現金 好 那其實比特幣今年以來 一路噴 噴池往上大漲創高 那基本上有幾個短中長期 不同的原因 也可以說是不同的利多 正在發酵當中 那第一個來看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 黃金雖然還是會被提到為 避險的需求 可是其實避險的色彩 反而有點算是被 這個比特幣取代了 現在可能對於一些新的資金 來講的話 真的要避險的時候 可能首選反而不是黃金 是比特幣 那另外如果講到投機 就是你要那個波動性 要價差的話 其實有一些新創的股票 他們的這種上漲力道 也比不過比特幣 所以它有投機的力道 那再來其實一個轉折點 是在今年第三季的時候 美國把加密貨幣的提款 納入了國防修正案 那也就是說其實 所謂的虛擬貨幣 它現在已經成為市場主流 那與其大家是這個 檯面下的一些儲存或交易 倒不如在金融機構的監管之下 來合法的做 所以這個其實也有利於把市場做大 那再來其實現在比特幣的市值 是高達六千八百一十六億美元 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全球的 股票市場的比一比 它可以排名第八大 它如果你把它視為是一家公司 它是可以排名到第八大 所以當然這個為納量夠大 就能夠吸引法人買它 那再來則是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 貝萊德 因為他要發行比特幣的現貨ETF 那其實因為之前有很多機構都有推出 比特幣然後想要去發ETF 可是被美國的證管會駁回 就是前面講的這個監管的立場 後來就是一撞告上法院 去法院打訴訟案 結果最後法院就是駁回了證管會的意見了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比特幣的ETF 的確可以上市 那他們要上市的話 就必須要去買進對應的部位 所以就會帶來很大的買盤 那再來則是剛才斐玉提到的 其實女股神Catherine Wood 她認為比特幣在二零三年 會漲到一百萬美元 不過我覺得這個聽聽就好 因為現在比特幣 大概低近三萬五 真的漲到一百萬美元 這個防止抵押都要跟她拚了 不過她個人認為 比特幣是能夠抗通膨也能抗通縮 所以未來如果要報十年的標的 她的首選是比特幣 這個參考就好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家公司MicroStrategy叫微策略 他是目前市場上持有比特幣 價值最高的機構 大概持有四十六點八億美元的部位 那平均成本大概二點九萬美元 所以現在他是賺錢了 原本是虧 那現在這個部位就由虧轉移 那因為這樣的利多 有些人沒有買比特幣 然後就買這家公司的股票 結果你發現他的股價 在今年是大漲了超過兩倍 那我們來看 國內相關的比特幣概念股 當然直接會想到就是 所謂的板卡族群 那如果觀察 上半年的業績比較平淡 但是在第三季以後 似乎也都開始出現一些轉折契機 包括第三季的營收 寄增年增率比較突出的 像三五一五的華晴 寄增年增率都有高達二位數以上 那另外像是這個二四六五立台 雖然跟去年同行相比還是衰退 不過第三季營收也出現正成長 而且他最近因為私募案的關係 讓這個股價也受到市場關注 不過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在於 這個對很多投資朋友比較陌生的 六五九三臺灣銘板 你可以看到他上半年EPS零點五七 可是他第三季單季就賺超過一塊錢 等於一季賺銀上半年合計 那這家公司其實他的營運模式 跟他的發展歷程其實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也想雖然這家公司 大家可能比較謀生 但其實他也成立了半個世紀了 現在也要來搶加密貨幣的商機 成立了五十幾年 中間其實也經過了這個經營權的移動 那基本上現在的董事長 是劉立恩董事長 他其實原本是跟這個臺灣銘板的 原創的團隊有比較好 有比較緊密的合作關係 因為他本職是這個律師 所以這個從事法律相關的顧問 那後來因為其實原創的這個經營團隊 就想要退休了 所以是索性跟他洽談之後 把股份賣給他 那他吃下了大概四成的持股之後 當然就成為最大股東 然後在今年的三月也正式接下了董事長的職務 那其實我覺得律師的腦袋就是很精明 因為他看到臺灣銘板的優勢 然後去思索要找到什麼樣新的發展機會 那臺灣銘板其實過去就是以銘板 跟所謂的信用卡 字卡 作為他的一個業務起家的 本來是做信用卡 對 那其實他在國內的這個信用卡 市場的佔有率是排名第二 大概有三成左右 那不管是說一般的信用卡 或者說像交通票卡 還有一些像很特別的造型卡 像這種漫威英雄等等 其實公司在這一方面的業務做很多 可是因為根據統計 臺灣人平均每一個人手上 不管是信用卡或交通票卡 大概有四張 所以其實已經非常成熟了 已經飽和的狀態 所以他就想公司怎麼樣 從制卡業務能夠跨到新的藍海 那就看到現在所謂的虛擬貨幣 需要搭配冷錢包 那怎麼說 我們如果有錢的話 冷錢包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樣簡單解釋 我們如果有錢的話 可能要去找銀行 然後存入到你的金融帳戶 那虛擬貨幣這個資產 你其實就可以去找所謂的數位帳戶來存 那所謂冷錢包就相較於熱錢包 熱錢包它必須要連線上網 所以你就是放在網路上的帳戶 可是你一旦連線就容易被駭客入侵 就會有很大的資安風險 所以冷錢包它就存在實體 是線下的實體 所以比如說可以存在USB 或存在就是信用卡當中 專門為冷錢包所做的這種簽帳卡或信用卡 那這個其實就是公司的優勢 那目前已經跟必託交易所簽了合約 所以從第四季開始出貨放量 那預計明年還會有更大的增長空間 不過股價急漲過後 我不建議大家用脊椎的方式 那你可以慢慢去觀察 追蹤 他後續的營收跟獲利 是不是能夠逐漸地浮現 然後逐漸地疊加上去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臺股 今天是一度收復了半年 現在但是最後是沒有站穩的 整個十一月已經漲了超過六百點 如果現在要去存股的話 還有所謂這個銅板價嗎